它的材質很素欸 你知道嗎 真的蠻不錯的欸 你有沒有看到嗎 它真的很彈欸 畫像是好舒服喔 嗨各位觀眾我是雪兔 今日今日我們要來開盒 沒錯這個商品是雪兔在蝦皮上面購買的 一開始是想要買一些寶可夢卡牌 就是我們PTCG想買一些卡來做一些收藏 找一找啊就看到一些很有意思的東西啊 我就覺得這個不買有點對不起自己啊 一開始看到這一盒的時候想說 這是撲克牌嗎 是打著寶可夢的撲克牌嗎 後來仔細看才發現它裡頭真的是PTCG 是不是中文版我不大確定啊 雪兔花了280塊錢買了這一盒 而這一盒呢當然商家是有標註說 絕非正版 可是終究把這個拿出來賣 我就覺得很微妙你知道嗎 雪兔買到呢就是這一盒 寶可夢卡牌 金卡五十五入 裡頭有許許多多的寶可夢 至於有哪一些我是不知道啦 我們來看一下 整體的外盒很有塑膠的那種質感 所以說是有一點點的小浮雕啦 摸起來是有一點些許的紋路 然後整個盒子其實跟我們打撲克牌的盒子 應該是差不多大小的 那裡頭到底長什麼樣子啊 我真好奇啊 花了我280塊錢買來一探究竟 欸裡頭變銀色的啊 欸它卡 它卡好塑膠喔 你有沒有聽到那個清澀的聲音嗎 它的卡片呢是金卡 全部金卡 它不是只有單面金喔 是全金喔 這種東西應該確定騙不了人吧 不會有人真的在蝦皮上面賣這種倒版卡片 然後還是有人覺得說 哇這個卡一定很稀有 買下去絕對保值 一張賣500塊錢是不是有可能會有人受騙呢 我不知道 但上頭的這些英文解釋是 沒什麼太大的問題 這上面這個是貼紙嗎 不是欸 做的還算是蠻精細的欸 想摳也摳不下來 它並不是那種貼紙貼上去的 而它的畫質呢 是蠻低的欸 然後它的畫質是蠻低輕的 不會說完全的糊掉 可是它圖片明顯就是從網路上面直接抓上來 PS上去的 不是那種官方正常大圖 那它到底有拿幾些寶可夢啊 我們來看一下好了 首先第一張 就是我們的 披著路卡利歐的皮卡丘嗎 我記得這一類型的寶可夢 卡牌都很貴喔 日卡一張 至少也是十萬元以上吧 差不多 然後什麼 烈空做的 綿密養的嗎 Mega形態的 不知道是誰 噴火龍 這張絕對貴 有TT欸 這個系統已經多久沒看到了 玩寶可夢卡牌的人一定都知道這個系統 而且 仙子伊夫跟莎奈斗選出很愛打啊 巨魔的VMAX 拉普拉斯的 這還是色違版本欸 我的天啊 貓貓 這一個圖也太醜了吧 看到了沒有 異圖噴火龍出現了 這是V欸 與V還要進化喔 而且它的攻擊是三小 各位看一下它的攻擊 它攻擊是五十一萬 四顆火焰可以打五十一萬 SR喔 然後它下面還有Z招式喔 這裡下面是什麼 四個龍一個五 可以打出 五十四萬五千的傷害 這是VMAX的水劍龜欸 有看到嗎 欸超級奇怪的欸 照理來講應該是直接V 然後變VMAX 而且它還要從一階慢慢上升到 二階進化到VMAX 再變成這一個 這什麼鬼東西啊 它的血量有350HP水的 然後攻擊這一隻就很一般欸 我現在才發現這張的HP有522 它創新高了 它創我們寶可夢血量的新高了 那這一張呢 它的攻擊就比較簡單一點 它的攻擊是 身上貼多少顆水呢 一顆30 然後再加上90的傷害 350 這個也算是目前的PTCG血量最高了 好不好 哇 黑超夢欸 應該還沒出吧 PTCG應該還沒出黑超夢吧 而且它還是GX欸 GX的血量來到了300欸 我的天啊 它的GX都是什麼 Dark Nova 直接把一隻對方的GX寶可夢給 就直接丟到氣排區欸 它的能量氣球也太高了吧 它是只能GX 而且它能量氣球是兩個超兩個2欸 那很難欸 帥氣喔 噴火龍VMAX欸 哇這個就比較符合了一點 血量350 它也是血量極高啊 我目前還沒看到任何一個VMAX的血量 可以來到350欸 不貼任何的 道具的狀況下 拉到350 那它的攻擊呢 是 什麼鬼東西 80再加上什麼東西 50傷害 你們看不懂 看一下一張 1X的噴火龍都出現啦 喔 黑噴欸 哇 這黑噴這個是真的帥氣啦 好不好 金色卡片搭上這個黑色 尊絕不凡 只是它的黑色有點太深了 它不像是當初SR卡片 那個黑色比較涼一點 所以 不好 喔正常版本給你做比較欸 Tatim的超夢跟夢幻 這還行 粉艷公 鯉魚王GX的 這一個就不能做得再更好看一點嗎 你卡片都做成金色 就不能這個圖上 多用點心嘛 這什麼鬼東西 我怎麼都沒看過這一張 小火龍 火恐龍跟噴火龍 極具一張卡譜 這大概就是 這世界上唯一的一張欸 最近不是世界賽才剛結束 這拿出去比賽 誰打的贏啊 450GX 兩張的獎勵卡 兩顆火可以打出90 GX到底只要兩顆火 我打500欸我的天 什麼鬼東西 太強了吧 這張必放啊 莫魯貝可 為什麼他的臉那麼彩色 你就是斬技了是嗎 你是被飄染了是吧 這個莫魯貝可 然後皮卡丘V190的血量 他還可以接受 有了 VMAX 這個正確正確正確 血量跟他的攻擊這些東西都正確 完全正確 然後這個是 傑克羅姆皮卡丘 這個GX 之前在打這個Tatim的時候 都非常的夯 這些沒有被幻想出來的都正常 一級的火精靈 喔喔喔喔喔喔喔 這個又是什麼鬼東西啊 這又是什麼神奇的卡片啊 玉三家的VMAX 齊聚一堂欸 那他的攻擊是什麼 最下面這個攻擊叫GMAX 什麼鬼東西的忘記了 要火水草五四顆能量 氣掉兩顆能量 他這個英文還沒有打完整欸 他這個英文應該要打 他應該要打THIS才對 他只有打THIS 這什麼啊 你怎麼少打一個字啊 唉唷 這是皮卡丘VMAX 極速化版本 又一個莫魯貝克 OK 這是 藏人馬特 那他為什麼 圖也是感覺髒髒的啊 也太多噴火龍了吧 這噴火龍不得了欸 這噴火龍屌到不行欸 他是VMAX 他血量來到586 為什麼會有6 為什麼會有6 然後他的傷害呢 五十萬 四顆火打五十萬 四顆火加一五打 五十三萬五千 他的Level是95等欸 為什麼啊 我們打卡牌遊戲還要練等嗎 我們卡打贏對方的寶可夢 是要哪邊積攢我們的經驗值 你在上面有看到經驗條嗎 沒有啊 我們沒辦法練卡啊 這個上面的Level95 到底是什麼鬼東西 請問去哪邊升級我們的卡啊 我看不懂他的英文解釋欸 我對於PTCG的英文其實還是有一點點 知道他們怎麼去做翻譯 但他這個翻譯真的超出我的想像 這又是什麼鬼玉三家了 什麼鬼東西 然後他把三隻給他塞在一起 然後每一隻都有他自己的專屬招式 而且這三隻看起來就像是同人所畫的 完完全全不像是官方所釋出的圖啊 什麼鬼啊 夢幻欸 喔行喔行喔夢幻 又一個GX黑噴 還有一個經典噴火龍 這一套卡片到底有多少張噴火龍啊 這又一張噴火龍超夢的 這個是達克萊伊跟月亮伊布吧 月亮伊布的GX 你看 又一隻噴火龍 然後噴火龍的血量呢 都神奇的高 可是這一張的傷害值好像是正確的 又一張噴火龍 這是508的血量 而且Level是91 你們到底是哪來去計算出這個Level值啊 只要是有等級的 他們打出來的傷害絕對超過萬 你看這一張也是 又是91等 這隻兩個血量是一樣欸 然後傷害也是一樣 508 然後也是這個也可以打出50萬 VMAX也太多張了吧 這一套牌是這樣噴火龍迷嗎 我們來計算一下到底有幾張噴火龍 目前看下去這賣家 沒意外就是皮卡丘跟噴火龍迷了吧 我們把皮卡丘跟噴火龍分開來 好不好 皮卡丘跟噴火龍 他噴火龍還很用心欸 他把很多的版本全部都給他拿出來了 他把他很多的版本全部都拿出來了 可是也太多隻了吧 應該有重複吧 不會告訴我全部的噴火龍都沒有重複吧 因為我剛剛看下去是有重複啊 不會很多噴火龍 真的超多噴火龍 噴完了我們看一下 總計55張噴火龍裡面佔 總計55張噴火龍就佔了19張 19張的噴火龍欸 我看有沒有重複到的 應該有吧 那鬼東西啊 光是VMAX就這麼多 而且這兩張到底是差在哪裡 顏色嗎 他們都是同樣的喔 他們都是同樣的喔 皮卡丘欸 我看皮卡丘有幾張 皮卡丘的數量也超多 皮卡丘總共有15張 光是噴火龍加皮卡丘 就已經34張了 整套的卡牌一半以上欸 兩個就主角 難怪剛剛一直在翻都是噴火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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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我的錯覺欸 可是這一類型的卡牌呢 跟各位講 雖說整套買下來只要280塊錢 乍開價好像很便宜 而且這拿出來 絕對是萬眾注目的焦點 你拿去打大賽 大家一定會看著你被請出場 沒錯 這絕對不能在比賽上面使用 如果你說想要拿來當代牌的話 這沒差 代牌就是打爽的而已 就自己人 然後你也不去舉發什麼東西都行 可是你要知道你這個是盜版 不要真的拿這種牌來去店家比賽 只要攸關於比賽 攸關於勝負 這類型的盜版都千萬不要拿出來 儘管可能不是真的在做比賽 跟對方前行提要 他接受了 那你就可以使用 假設對方覺得說我就是不喜歡看到有盜版 你也是尊重對方把這個東西拿下來 你不要跟人家距離力爭 盜版就是盜版真的沒什麼話好講的 所以我買這個東西也只是想 見見市面 我不懂我自己花這個錢幹嘛 如果各位觀眾真的在蝦皮 或者是在其他的任何一個平台看到這類型的卡片 呼籲大家別浪費這個錢買這個東西 這個放了一輩子都不會增持 如果有任何你們覺得說 網路上蠻神扯的一些盜版的商品的話 也歡迎在下方告訴我們一下喔 我就來去看看到底有多扯 然後跟大家講一下這些品質為何 我真的好希望這種卡牌 你就不要做GX 卡牌把它做撲克牌也好啊 欸如果這個卡貝做撲克牌的話 我覺得就還算蠻不錯的啊 欸它的材質很 很素欸你知道嗎 真的蠻不錯的欸 你有沒有看到嗎 它真的很彈欸 哇這樣設好舒服喔 哈哈哈哈 好 各位觀眾朋友我的雪兔 希望你們喜歡這一次的開箱 如果有任何問題 記得在下方留言給雪兔 訂閱雪兔 才可以看到更多影片 我們在下支影片再見啦 各位掰掰掰掰 你們在下支影片 И來看一下